经常吃白斟鸡,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又吃白斟鸡 半斟鸡,它是线鸡来的,够大斟鸡 先选一个最美的部位 这个部位,真是像奶粉 但它不会是很硬的 像是稀的,讲得不好听,要削,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那些没有那么硬的,一夹就夹得开 各位观众大家好,来到澳门的最下一集 这一集就讲述我们怎样离开澳门一块酒店内行李 坐巴士,还有相信有很大部分都是我们关于在珠海拿车 或者今晚去吃海鲜的内容 经过详细考虑规划就决定都是在这里坐巴士走 很多人的,回到金碧文娱活动中心吧 这里有巴士,我们就不去前面坐轻轨了 这里是单行线来的 如果我们要坐11的巴士就在对面 这样 对,就是对面坐的 坐车是这样的 突然间发现,车就到了 所以,都是坐巴士好过了 现在去拿回行李 有辣有不辣 在这里坐巴士还可以用这个云线库 不是一定要用现金的 也挺好的 既有现金就没所谓 前面这个是11号巴士 12点半 我们预计回到酒店是1点半 我们现在这样的规划也好 不用趕着回去吃吃牛杂的时候 趕着回去拿行李 还要收拾房 很烦 现在这样就好了 就算再吃多一个小时也没所谓 是吧 又或者进去娱乐场里面 大杀四方 其实都可以 不过我们没有进去 一次都没有 回到客室就好了 下雨站 雨桥不立宝洁 好 好 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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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通过来 还在哪儿 怎么会 死不了 这 那个 打 突然 知道 不能 可以 那 这样 那 我們又回到酒店附近 先頭我們還猛 導航軟件好 事實上真的好 但他們犯了一個小錯誤 預計時間足足多了半個小時 我們是12點半上車 現在一點點也未夠 基本上就是這樣 不過賺了也好 我們現在坐一坐 我拿一些行李再去關閘 老婆說不想去清貿關閘 去鞏北 為何澳門會沒有人在單車 老婆就問 我們坐巴士一路都見到 開電單車的人很多 開車的人很多 就唯獨沒有單車一步都沒有見過 有沒有澳門的公眾可以告訴我 沒有理由不給 沒有理由不給 不應該是這樣的 一來到中午時段 又看看附近餐廳 很多東西吃的 早知道有這些 昨晚就不用去那裏 那裏有個好處 就是我們吃飽之後 還可以到處逛逛 這裏如果真的吃飽 一吃飽就上酒店不好 我們這裏還有公仔店賣 算了 我們上酒店上房間 這樣 我們的房間就是這樣 我們住在樓上的 是挺好的 這個酒店 300元 是吧 夠乾淨 好 澳門的魚快之旅 已經接近尾聲 我們現在 剛剛拿了一些行李 穿齊衫 大家看到 就去坐巴士 都是坐巴士 我覺得我們這次走了很深入的地方 是去到很深入的地方 就是沒有去到娛樂場 在門口經過 以前正是去娛樂場 以前就去很多娛樂場 因為 因為不懂得坐車 去機場經過 對 不懂得坐車 有時候 這個娛樂場 對 一個一個娛樂場 這次我們幾乎沒有去那個娛樂場 在門口看一看 這次拿著地桶 對 因為手機電話地圖 真的很方便 以前手機電話地圖 上網貴 現在便宜了很多 還是要坐巴士的地方 在這裏出去 就很近 其中一個娛樂場 十六號 那裏的門口 這裏有很多食物 剛剛經過 又有炒餐廳 咖喱 如果喜歡的話 咖喱這裏真的很好 應該都 廣州找不到 又未至於大不多 在這裏隨隨便便 找到很多 又有賓館 看來挺舒服的 美容中心 這個會不會就是我們 這裏有 大蝦168 羊扒168 188吃牛扒 安格斯扒房 還有很多未發掘 牛腩飯都是48元 還要送飲品 還要送飲品 又一個 這個像是飲茶的 我猜而已 很多食物 昨天那裏真的太餓 所以才 這個叫做點三 錦記點心 吃點心 喝茶的 新鮮出爐 做到晚上10點 早至昨天來吃點心 是啊 哈哈 不是做遊客生意的 就很早收工 早到下午2點 做遊客生意的 但是又不知道 究竟是否值得過呢 就是在澳門的矛盾 嗯 是啊 不是說這麼快 已經到坐車的地方 就是對面了 那裡 你會不會在家裡 看見 看見 你會不會在家裡 就算是 那裡 凤爪都是这样的价钱 19.8元 现在我们先来说喝茶的地方叫做 芋龙海鲜火鍋 记住 我们要坐3或3X 看着可能那里已经来了 快点上车 是十几分钟的车程 我们回到拱北关闸 就完结澳门快闪之旅 前后加起来都是一天多一点 昨天中午12点左右 上一点多到珠海 其实最主要是找到一个这么划算的酒店 又过了一些旅游高峰期 挺好的酒店 干净 干净 就是没有拖一下一切都好 还有把桌子小 我可以选择一张大一点 但是突然间变成700多元 又好像不太划算了 跟着那些人走就能过得到 就是这个方向 澳门的这一部分就先到这里为止了 我们过了一关才会跟大家慢慢说 过了一关我们应该会去市场行 各种看物价 到处行 然后才去拿车的 那我们过了一关 我们过到再见 那我们又回到珠海拱北了 真的很快 昨天去的时候我们也有牌坐队 所以慢了点 也就是 少少和以前比 差太远 以前 以前 我的女儿还是BB的时候 在五一节我最记得了 开始天理节 在那里 我们要坐大巴 6点多钟 月秀公园应该是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以为9点多钟 8点多钟 好像还来到这里 排排了4个钟 过到去对面 然后就立刻坐发财巴 当时已经很熟 过去吃自助餐 自助餐是先上网买好的 那种自助餐又找很久 很精彩 吃完自助餐2点 但女儿很满 因为她人生第一次吃 看到的东西很精彩 小孩也是这样 时至今日就方便了 好 我们现在就去 应该就是那里 市场那里看看 走走 买就不会买下的了 除非看到很便宜 因为拿着这么多东西 不必了 应该不买的了 不过我们会看到 我们昨天过关 在这里过关的时候 看到都有很多 我估计是澳门居民吧 他可以多次往返的 过来这里买菜 应该比澳门便宜 但是你不可以买冻品的 冻品应该都不行 米油那些应该可以 还有我们今次在澳门 最精彩都是讲义食 先头 就是刚刚我们回来的那段 还有刚刚去到澳门 吃那两餐是最精彩的 一个小吃街 官也街 小吃街真的值得去 所以其实我去之前 我也思 t 这些野区没有食物的 店是好吃的 已经安排好后面去哪里吃 也都问了一些来自澳门的观众 究竟 比如说回到我们住的酒店附近吃 南亭雅醉之类的 很明显不需要 那些可以留下一次的 非常之好观野间 我很满意 而且还没发掘完 还有几个什么咖啡店 都好像 什么世纪咖啡店 好像都挺好的 还有就是第一餐去熟食中心 熟食中心划得吃 性价比高 但食物就不算超精彩 去到很多选择就不是 都是普通食的食物 什么份量超大 最后硬逼我吃光 它是很饿 吃到最后逼我吃光才吃光 挺好的 就是那里了 我们在那里过去市场行 等下走完便打车回去 拿回我们的车 都是澳门那边 全部都是游客 这里有很多拉客 顶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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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上车吧 上车吧 好像我们回到以前火车站 那种感觉 广州火车站 昨天我们就在这里 进去过拱北 过澳门的 我们现在走一下 这个叫口岸市场 顺便删下暴 各种看澳门的实况 这里不知道 算不算澳门最热闹的 不是澳门 珠海最热闹的地方 这里还要10元60分钟 以来10元 是的 它还要不写 就是240元 是的 就是240元 停车钱 10元一个小时 10元一个小时 一直上去 没有上限的下跌 是的 我们停不停了300元 200多 很厉害 前面那里是市场正门 应该我理解的市场 应该是买菜市场 应该是吧 卖一下鱼肉 卖一下烧鱼 四大家鱼 前面又卖烧鱼 牙科 的营区全 就不像深圳 和香港那么多关口的 这里主要是这几个关口 我们都是来回拱北这里的 清贸的话下次可以试一下 这里有椰子汁 卖斩料鸡 都很热闹的 是 因为我们等会想着去 斗门那边 那边应该没有这里那么热闹 应该没有 然后有凌鱼饼 烧鱼 烧鱼最多 烧鵝是最多的 海鲜 鱼也有 终于上来市场这里了 仙台下边走的时候 我都在心想 为什么那些叫市场 不是卖菜的吗 这里卖菜 我相信有很多共门居民 专门过来这里买菜 应该是 因为以这里本地居民的密度 应该没理由 以罵得这么凄凌 感觉上 比我们更多 回到龙遵老市场 那里是逼劫一点 价格方面 番茄10元3斤合理 这个住家种 这个油合理 菜花合理 菠菜 莲藕 莲藕就贵一点 不是当做 还有包菜 肉茄都是3元 现在不买 明天我们可能会买一些番茄 还有山药 就是淮山 红萝卜 一应俱全 应该真的供应给 这些暗门居民 因为我们还未见到肉类 那些带不到 这些完全带得到 生菜包 10元3斤 很合理 还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些是这样的 整棵 上边 那些不是九几 那样靓 这么靓 还有折瓜 台山折瓜 10元3斤 江原焗鸡 45元 一只 菜心 皇帝叶 7元2把 就是糖鸡 即是糖鸽 2斤2斤 一买就买很多 要你 带回过关 过来看看 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的 已经有回石楼了 满洲石楼 五元一斤 带过去 生活成本就降低了 贫富百姓也是这样的 省得就省 而且在那边买也是方便 这边买就便宜些 新鲜些也怎么都 这边买了 基本上大体就看过了 我们也是时候要 去拿回一部车 在秒秒钟算钱 在这里打车过去的话 都是十几元 说一下打车的价格 如果在这里 打回我们停车的位置 十几元 十五元左右 差不多 我老婆在说 这里市场的物价 就比我们平时 在广州市场贵一点 现在我们去打车 不要等 肯定吗 那肯定 不然需要专程过关 过来这里买 一定是因为价钱 才过新鲜程度 新鲜不新鲜 是见仁见智的 但比较便宜 所以才过来 我们出发外面 那条路 这么快 已经有人接车了 一分钟便会做了 嗯 那经过 哇 这次打车贵了 因为它是非优惠时段 二十多元 都是这样的了 我们去的时候 这么便宜 就是优惠时段 现在我们又去拿回一部车了 好吗 需要买点水 不用了 因为我们选的酒店 有个好处是这样的 它是比我们想去吃饭那里远 但好处便宜 而且在大商场下边 就有停车位 这样 这个酒店叫做 汉庭珠海斗门大顺身都会酒店 我们理解为汉庭 有停车位 我们过去 但核心就是 我们究竟 这几天 停了一天 多些停车 是花了多少钱呢 前面的游客看法 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又是打车在这儿下车 然后进去拿车 是的 出来了 60元 对了 对了 一天多些 其实也可以 60元 快给钱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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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他们还在做充电桩 只不过还没安装 这意思 挺好 电力公司的车都还在 来 一个星期之后 再问那些工人 哥哥还在做 我们的车停了在那里 也好 60元 是 60元 至少有 停路边 被人差一张三份 这儿不知道会否贵一点 下车 我们过去 前面用车 和我们的造型 刚刚游客一起来 110元 两天 玩了两天 真是值得 你如果在拱北搬入而已 是啊 插了充电 我们的酒店 原来就在对面 而不是在商场上 这也是方便的 而且我看到它有停车位 现在我的车正在充电 等待到时问一下 这个停车位 今晚我们吃午饭回来 停不停得到 各种的 现在就上了酒店 这些便宜的酒店 又是如何呢 就是这间房 407元 看到了 进来了 它和我们在深圳住的酒店 是同一个集团 所以看上去 其实真的很相似 但是 大 哇 我们在澳门大概是来到 来到床边 你看 是 床边 这里是200元不到 大家看看 而且它还要包免费停车 断股澳门那里 就算我真的有开车去 它也不可能能包免费停车 还有还有一个早餐 早餐至于是怎样 到时再说 非常大的办公桌 还有那张厂 昨天我们在澳门那张厂 插刀 我差点滚了下去 有电视机 充电 一应俱全 这里就是洗手间 昨天的洗手间 澳门那个 其实是对得起 完全对得起它的价格 非常对得起 因为这样计算 这里的楼价可能是2万 是的 假设这样才算 但澳门的楼价是10万 10万 那就不会了 其实就是这样 那栋楼我们见过 就是说我们10月初五街 那栋楼那些 一栋楼要卖3千5百万 假如你一家屋是200元 那栋楼应该要2000 是吧 1000 是吧 但它只收我300元 都不到 是的 但是1000元 它又少一半 那栋楼应该收500元 是的 到底 500元我都会接受 是的 大概就是澳门那里 300元 300元不到 是的 但是就比这里要新一点 澳门也正常 都是这样 你住得这么大 还有这里 虽然对面是有个大超市 但是对于一个游客来说 其实就不是太好 因为这里来旅游景点 实在有点远 这样 怎样都好 我们先 轻轻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 我们还要再开车 下去下面 因为我们刚才在下面 我们准备今晚小晚饭的酒店 400多元 我们一想 大哥 住澳门也没有这么贵 没有必要 所以才订来这里 反正有车车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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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这样的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 下一个环节就是 我们去到 海鲜市场那里 等一会儿 哇 真是吹到头都掉了 不知为什么回来 变得这么冷 原始我们计划 过去白藤湖那边 吃海鲜 想想想也算了 第一 现在这样的天气 海鲜不会好吃到哪里 第二 冬 因为它是一个大排档 坐在外边吃的 到时去到 海鲜市场买了大排档 到时吹着风 究竟那些海鲜 不就变得很冷 不好 现在就走路过去 斗门人家酒楼 简单单 吃个粤菜 那就算了 在先头我们充电 那部车 哇 这里充电超贵 一元四毫多 都没办法 都要充电 怎样都便宜过有车 我们现在走过去吃东西 嘩 只有14摄氏度 讲讲这个 这个 还有阴天 14摄氏度 突然冷了很多 老婆说 好像突然去了外省 充电桩 超贵 就是我们在广州开到来 如先都差不多满电 然后一路开 各种大家都知道 去过哪里 三十七元一毫半 那都没办法 正常 三十七元 难道你不充电 又或者晚上走去充电 我不想 我计算一下 跟高铁差不多 是啊 跟高铁差不多 真的开车 但是在市中心 这些便舒服 你在高铁怎么过来这里 差不多了 就是这样 斗门礼堂 很特别 斗门 我的认知最有名的是 蝦子 Lomi 蝦子 很有名 斗门 这里应该很近中山 因为我们驾车过来路上 看到很多中山的汽车 中山的车牌 离开了拱北 在香州 不大 对啊 我驾车都驾了很久 才来到这里 不大 要继续这边 要继续这边 嗯 5元一个小时 那也是合理的 50元一天 那我们停在 45 45又正常 又很合理 很好的 这里是斗门 如果驾车去拱北内 就贵了 可以有二三十元 是啊 二三十元 还要是很新的 那些 已经是算懒 其实我们就是 懒 就是 因为我上次去深圳 我另外一个亲戚 他是把车停在市民中心 好像叫做 那里 二十元 一走过去就已经是 坐地铁直接去到关口 这边就这么贵的珠海 我们又经过一个市场 都不进去 因为现在有点疼过 摸过 对面就是这个叫 井岸中心市场 价格便宜 1.8元 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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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日用品 买一下它的笼具 拖把那些地方 市场周边都是这样 有点像什么呢 可能我们 回到广州海珠区 南泰批发市场那种感觉 至于买菜这个环节 我们会留到明天 因为明天平时回家 这些明天再说 哇 这个井城酒家更厉害 让我知道已经没有了 而再营业了 只剩下一个招牌 好像拍古装片 泰国那些曼谷那些 旧屋那样的感觉 是的 二楼餐厅 三四楼旅业 嗯 二晚上可能是宵夜档 有那些宵夜的炉 很旧 这些屋 这些广州都不容易找得到 那里还旧 那里还旧 我们去九门旧城 明天打算 应该会有很多这些 见得到的 饿了快点去吃饭 我们的餐厅 只是做了一些 没有进去住 我们走这个广场 这个广场厉害 老婆问我 我说不知 我一看手记 全球通悠闲广场 是否 中移动给钱 话说 珠海 这边 很多海 不是都不叫珠海 是吧 比如好像我们面前 又有一个 这里叫奔光路 东州 通常都是在珠江边 这里有海边 这些应该都是海 就算不是海 都是咸水 咸淡水交界 咸淡水交界 很阔 我暂且都叫江面 下面像是海水 咸淡水交界那种 因为石头看得出来 如果是江 就是珠江河 那些石头会青一点 在这个方向 如果一路去 就可以出到大海 去到横琴的方向 简简单单 看看附近楼梁 大概有个资质 这个是很近我们先后住的酒店附近 85万有87平方米 二手就是1万元1平方米 珠海先说清楚 如果大迅 比如威敏豪圆 我好像经过先后 都是挺漂亮的 这个反而更便宜 8千多 还有 总之你当一万 就二手可以搞定 总北就三四万 这里就一万元都很漂亮 有些8千左右 其实如果有开车 没什么所谓 但是珠海停车 是谓的 去到白云区 当然便宜一点 上边都是吃晚饭 下边是喝啤酒的 上边是吃饭的 是吧 斗门人家酒楼 就是这里 还有特价菜 有早茶 粤菜 白切鸡48元半只 白切鸡来这里吃白切鸡 不是吧 我们广州人来这里吃白切鸡 是什么 总之是鲜鸡 鲜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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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元半只 鲜鸡 吃不完 打包也行 好 我们上去餐厅这边 老婆去了点餐 现在餐厅没有什么人都很正常 现在这个时间刚过了五点半 他就说要吃鸡 这样的 吃鲜鸡是吗 特价 鲜鸡 我们不吃还不吃 白切鸡 状元帝78元一份 早几天才吃过就算了 还有 梁瓜炒鸡鸡 又是早几天吃过梁瓜 又算了 蜆肉 金米盏 不知道是什么 蜆肉 放在上面 那个东西吃 蜆年藕 我想吃一下 够嫩 但是它不是汤 没所谓 我想要有些汤汤水水 如果汤汤水水 刺汤双手 海草 这么有趣 这个 没听过 还有 我试过 还有 鸭蚊竹 腰果 珍珠马蹄 豆门蚊皮 叫一些搬地 比较特色的菜 这边上边是辣菜 不讲了 这边是小食 下面是主食 但是多数 豆门池水是什么 这个 豆门池水 是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 豆门 糯米池 是短古的 短古的 是的 但是第二道 豆门汤丸 那里有写 等一会问一下 我们先问一下 你吃汤丸 还在这里烧鸭 是的 我想吃豆门池水 那会吃 或者是上边这个 好像粉 经常吃白切鸡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又吃白切鸡 半只 它是鲜鸡 够大只 先选择最漂亮的部位 这个部位 最漂亮是这些 最漂亮的留给你 我认为这些漂亮 鸡胸在那边 我试试这个 我们先来吃 点些 姜葱蒜蓉 挺漂亮的 因为楼下是卡拉OK disco 所以我们一直都可以听到 那些很强劲的节拍 在我还在咬鸡的时候 咬到尖牛肉 先等一等 45-48 是 重点是 这个鸡 皮 是很脆的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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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也是有鸡味的 我们在澳门看过 都挺贵的 嗯 一间酒店 觉得很贵 不敢进去 那个 是呀 叫什么丸 那个什么丸 我看到 菜丸 是的 嗯 嗯 接着就快走 接着就快走 嗯 昨晚呢 就是这个时候 大概 还在街上找东西吃 嗯 这些因为骨也有味 这样的价值不重要 挺脆的 肥 挺好的 我试试我最爱的 新鸡 和老婆两个 没所谓 这些呢 她是不吃的 这些只是我吃的 我不吃 就拿一个煲粥 这些 是的 今天我来负责到的 打算晚餐 做一餐乳菜 我去试一下 做一餐乳菜 打算吃海鲜 昨晚我说的 蛋糕 然后上去看 人均又说 不知道多少钱 我看社交媒体 就说 一百九十元 人均 二百 在门口看到那只 炸鸡 特价 特价 一百九十元 你怎么知道 还要乘乘正价菜 我说到鸡胸肉 正常是鸡胸肉 要有的鞋 那些都齐 正常的 但是肉 不会很好吃 挺好 好吃 没错 今天那个猪扒包 很美味 你在广州 我以前吃的那些 都很硬 那些猪扒不漂亮 看着 豉头薄在后面煎 这么大盒 我以为是一碗 部长姐姐说 不如你要一个例 我们说 当然好 他说一碗 你必须吃 哪一碗 一碗 一碗 大概我们趋他 应该是五十元左右 一碗 这个是四十多 三十八 不是 那是一碗 一碗 一碗 是值得吃过一碗 大概一碗 不知道 一碗 算了 一碗 总之一碗 一碗 这个是六十 那是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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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吃鸡 那些油很香 鸡 鸡很棒 鸡很棒 如果你在广州西关 吃到 是好吃 我就会说 是真的好吃 但是 不会说 很精诚 那么好吃 很难得 如果它应该好吃 但是来到 珠海斗门 穿得这样 其实挺难得的 昨晚我们去到 吃饭之前 说 很贵的那间 翠园之前 去过一间叫李园门 进去的时候 我们坐下 都说 我无所谓 试试吧 吃烧味 但是看见 真的不太行 因为没有客人也算 有一个客人在打包 可能那个位置没有 是 它前面还有几间分店 可能那些人 只能这么理解 还有炒牛 有几次吗 78 78 没有得谈的 澳门是这样的 而且那里很近娱乐场 但澳门一样有38元 是 一样有38元 昨天我们想去翠园那里 但是考虑到 喂 大哥 我们在广州来 没理由吃粤菜 就是平时的 那些 不太好吃 那些 如果是外国人去 那些 可能我觉得很好 想一想 想一想 如果要吃粤菜 这个真的像 蜡粉 但它不会很硬 那种 像 稀一点 即是 讲得不好听 叫削 但其实不应该这样 即是那些 没有那么硬 一夹就夹得开 都挺好吃 而且 那些 奶粉 真的不是 我们回到广州吃那些 很有韧性 很稠的 它是比较容易碎 比较容易断的 各有风味 有菜花 当地特产 这个 我看不出是什么 有 蝦麦 蝦麦 也是当地特产 有 有鱿鱼 这个是鱿鱼 全是脆的 湯底是咸的 很咸的 它在鱿鱼 非常饿 吃这个 打算它有点湯底 会比较暖 一些 嗯 嗯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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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的时候吃这个 我试一下 老婆试过 她说很好 现在的牛尖 开始好吃 鱿鱼 这些是叶製的 嗯 都是 有叶製的 有叶製过的 中间都焖焖焖的 酸酸 鹹酸 只不过 鹹酸 是用牛尖来做的 鹹酸 这样炒过的牛肉 可能有些酸 好像叶过的牛肉 特别好吃 肉不会好死死死死 鹹的 对 鹹的 有少少 鹵的 不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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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的 油鱼 油鱼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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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它是挺咸的 吃起来不太咸 吃到后段闻到鹹鱼的咸香 三个人份量 不止四个都够 今天还要这么大份 我就继续吃 用这个来配牛尖牛油 挺过瘾 配合得挺好的 还有 这个 蠟腸 可以翻动一下 哪里有什么 应该都差不多 跟我们的奶品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有很多鱼 除了咸 以外 我们是用咸粒多的 它是虾米多 这里特产 然后再加些 酸酸辣辣 挺好的 烤我不敢吃 真的吃牛尖 这些 很爽脆 我第一次吃在花刀 在新华吃 酸酸脆 很爽脆 这些粉很像是自己做的 也不奇怪 因为是奶 师傅会做的 对吧 酸酸辣 酸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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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咸鱼味 嗯 这个是鱼鱼的味道 嗯 这个是鱼鱼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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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鱼鱼鱼的味道 越吃越过癮 我们原先打算这些碗都吃不完 因为打不到巴 这个是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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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我们是把鱼鱼鱼鱼裹加了 其实原理是这样的 这样东西呢 每个地方的叫作也是不同 我们理解的 你的鱼鱼 adalah 用一个容器 将一些米糊的东西放入 然后酮出来 这个应该是搓出来的 搓出来 就是这个制作的方法就是 手搓 是用个容器这样 拆得出米糊 这个是完全没有,是很清 但是它又不是东莞奶粉那些,好像米粉 又不是那种 因为新鲜奶出来,它肯定会很稠的 我们当时不止人家的奶粉是弄出来的 对,弄出来的 这些应该是初长的 如果你学朗,不是奶出来的 很糊的,对 就是像港洲的奶粉那样 这个很特别 至于这个,也吃了很多 这个今天吃好 但是它的鸡份量真的太大了 不是不好吃,我们很喜欢吃 而且正如刚才所说,很难得的 它们都可以令到我们觉得 举起的手指弓,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我们吃到尾巴口,吃鸡 对不对 有五大份 你看我们上次吃什么,吃湛江鸡 没有,哪有五大份 对不对 真的在这里一半 嗯,真的挺好 没有选错 好过去那边下边吃 遲些过了休闻期才去吃海鸡 白头腾海鲜 还有明天开始就休闻期了 现在看起来都冷冷清清了 冻冻 我们是吃饱饱 最终买单1525元这个数 那那个斗门池 我以为它是会上一例很大份 然后就会贵一点的 原来不是的,都是38元 值得吃 那个鸡才是 鸡只不过我们吃不到 就是这个了 我们广州人吃鸡都应该有白鸡 白斥鸡我说一下 应该都判别到好远不好 这个是真是水准 达到水准 现在就慢慢走回去酒店那里了 大概的方位呢 前面有个摩天轮 就是我们酒店对面 大信那里的 还有很多又板符 又是中山的 是中山,搞错,不好意思 是是是,那里是中山来的 这边我们未来过的 是,这里还有什么前海后海 还是前山后山我忘记了 这里是市中心点的 始终近拱北 这边不近拱北 这里也算近的 十几二十分钟车算近的 但是它是属于两个地方 加上海 嗯 哇,这里夜生活一条街 是啦 哇 会不会看一下 在这里过去,不如走外边一条大路吧 不如 好啊 先留我们走这里了 我们走外边一条大路走一下 哇,美食一条街 这里是 这里不像吃什么 弄到这些灯感 好像很浪败 那是什么大吉丽氏 这些什么大吉丽氏 顶起这些名字的 那些餐厅真是没什么人的 是啊,我们刚刚刚 如果在广州这些不坐到 咦,你想找个位置也难了 这里只有一台客 是啊 这是一些漂亮的位置 是啊,前面是大马路 这边只是开了一些灯 看法里面也没什么走 是啊,生意难做 广州呢,饮食都更好一点 是啊 其他呢,我不懂了 是啊,真的不知道 是啊,来到这里 是,出口也一样的 嗯,逐步向好了 这些人说的 哈哈,最好就听这句 前面是什么 这个是羊肉烧烤 这里在烧 哦,新疆羊肉烤肉 这里 是,游客 都是靠游客撑起那些人气 本地人呢 是啊,都不会来这些地方 你看到澳门 全部是游客 是啊,全部都是人 哦,这些游客 真是 那我今集影片到这里 结束了 我们都是时候回去酒店 休息一下 因为这两天都玩得很疯狂 明早早餐的话 应该我们是会在酒店里吃早就算了 他送了一个早餐 那吃完之后就去旧街 斗门旧街那边走 走完就回广州 或者再买点菜 他到时再说了 嗯 好,今集影片到这里 结束了 大家帮忙分享这部影片 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下集见,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